繼續講內容摘要 阿歷山大大帝死後 敘利亞王安提亞古四世攻打猶大他們 但這個敘利亞王仍然是在希臘帝國裏面 所以他不是敘利亞帝國 他只是一個昏風王 不單是掠奪了聖殿 屠殺了很多百姓 甚至意圖摧毀猶太人的律法、習俗 和將以色列人徹底希臘化 而以色列不停反抗 令以色列人和敘利亞政權衝突一日益增加 在猶太人當中 馬達提亞一家堅決拒絕 伏在安提亞古的權下 在他們的大領下興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游擊戰 逐步挽回摩西的律法 然而戰爭是很殘酷的 族像馬達提亞率先戰射在沙場 他就在猶大接觸了統帥的地位 繼續率領以色列人抵抗二教徒 他們一次一次勝利 令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有信心 最後猶大等人順利奪回了耶路撒冷 他們清理聖殿 掃除了一切偶像 恢復了摩西律法的憲制 和重新修足聖城耶路撒冷 但是戰士並未因為耶路撒冷奪回而結束 猶大隨即也開始對付附近虎視眈眈的受敵 他們出去爭戰而且勝利 在安提亞古五世職位之後 他率領軍隊再次進攻耶路撒冷 他遭到猶大人強烈的抵抗 雙方都僵持不下 所以就簽了這個停戰協定 之後抵米丁就拿到這個統治權 他就棲遣部下 繼續騷擾猶大的全境 被以色列人造成沉重的打擊 猶大再次率領軍隊出征 而且獲得勝利 之後又和羅馬簽訂了和平條約 這個時候的局勢才穩定 不幸 猶大在一場戰爭中就陣亡了 他兄弟約拿丹就繼承了權力 繼續抵禦愛迪 雙方對戰了很多年 誰都不能消滅誰 而最後就要再度簽署這個停戰協定 開始就和這個敘利亞王朝建立這個和喚的關係 並派遣使節就前往羅馬和斯巴達結盟 然而就在敘利亞王權更替之後 約拿丹誤入了敵人的繼謀 遭到殺害 他們的兄弟西蒙就接觸了父親和兄弟的意志 領導猶太人抵禦新的敵人 雙方也再次僵持不下 雙方又再次簽訂這個停戰協定 好境不償 過了沒多久 安提亞古七世又和西門反目成仇 雙方又開始爭鬥了 這個時候就在猶太人內部出現了叛賊 為了奪權暗殺西門 但是西門的兒子約翰就迅速平定了叛亂 就維持了局勢 以上就是馬家比書一書的內容摘要 之後就跟大家講馬家比書二書的內容摘要 待會回來再講